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还是在重庆的佐水镇 已经住了四天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就是说低调的问题 当初我曾经说过 低调的房车 B型是最突出的 我要跟大家讲两个真实的事情 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第一件事情是在江西的时候 当时我是买了一个东西 快递给我送来 当时我的车就停在一个停车场里头 停车场不大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房车 然后我就跟快递说我是一辆房车 但是我就看见快递 亲眼看见快递 围在停车场转了一圈 又出去了 然后跟我说哪有房车 我说那个白色的就是 他说这是房车吗 看不出来 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么B型房车 相对于乱眼的C和拓挂来说 的确是不险三不漏水 尤其是这种比较中巴类型的 也就更不像 这是其中的一个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 是在赶州 当时停车场里面有两辆房车 一个是我这一辆 那么还有一辆是这个一辆拖挂 拖挂也不算大 应该在四米左右 这样的一个拖挂 我们俩呢 停的隔的不是很远 就对着这个停车场的内部道路 他在那头 我在这头 也就隔的有个七八米 但是他那个车呢 每天都有人过去问 你这个车是怎么样啊 多少钱买的呀 好不好用啊 开起来需要什么白照啊 可是就没有人来问我这个车 因为他那车一眼就看出来 他是房车啊 因为拖挂嘛 但是我这个车离他很近啊 就几乎没有人来问啊 除非我在外面做饭啊 我在外面做饭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人过来问啊 我如果不做饭啊 在车里待着 或者说是在外面待着啊 没有人过来问啊 那么这两个事例就非常 说明问题啊 就是这个 B型房车在这个低调上面啊 我说这个低调 不是装逼的低调 而又说 呃 他看上去不是那么像房车啊 能够给你这个以后的这个旅行 或者旅居生活呢 呃 减少一些纷扰啊 呃 你不像那个C啊 C和托 C呢 一看就是啊 很乍连啊 而且C呢 架得起来呢 确实实这个 不太好开啊 呃 你像我们在这个月里的时候啊 有一个C的朋友啊 就是啊 他就是觉得 开起来不爽啊 有些路不敢去 啊 尤其是那种边境的这些一些国道 他不敢走啊 因为车太宽啊 OK啊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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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